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来为大家讲弥陀经 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弥陀经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弥陀经 那么在讲弥陀经的时候 我已经很清楚的交代 也就是佛陀一时的识教 一期的识教 大概分成三个方面 这个三个方面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佛陀说谎的目的 诞生这个四天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能离苦得乐 所以那个得乐 那个安乐 大概有三种 佛陀佛陀 但是这个人间的目的 是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 能究竟得到谢佛安乐 希望帮助所有的人 多能了托生死 多能成就佛安乐 这个是佛陀根本的心愿 但是这个世间的众生 摆摆走 每一个众生的根性又不一样 但是 不一样把它结合起来 不出当时印度 社会当中里面所存在的 那种宗教的现象 虽然当时印度 号称有96种的外道 但是 把那96种 把它结合起来 大概不出两种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专门修苦行 他认为 我这一辈子 苦尽 就能干担 所以 这个叫做苦行外道 那么像波罗门教 后来演员就变成 叫做印度教 印度教呢 它是重视 祭祀升天 要拜拜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 都是从大半天而来的 印度 印度当时的社会的四个种性 包含了 所谓的波罗门 刹地利 智慧 灰色 手头楼筹 这个四性 四性当中里头 波罗门 号称是从大半天的嘴巴 生出来的 刹地利 刹地利就是国王跟武士 也就是跟这个文武百官 文武百官 叫做刹地利 是从大半天王的胸口生出来的 那么姬氏 姬氏呢 它就叫做慧色主 慧色呢 是从大半天的肚子生出来 肚脐生出来 那么这个三种 叫做再生主 唯有 原住民 被统治的原住民 叫做手头楼筹 手头楼筹呢 是从这个大半天王的脚板 脚底啊 那个脚板 生出来 他们是下贱的 他们只能 今生今世当人 所以他们叫做一生主 那在世信当中里头 最高的 就是波罗门 波罗门是什么呀 波罗门就是宗教士 因为不管你当国王 你当企业家 你想要得到大半天王的祝福 你们都要 你们都要 透过我来跟大半天去祈求 我不帮你们祈求 你们得不到利 好 这个呢 得到大半天王的祝福 就能够让你现世安乐 这个就是实际所谓的 这就是实际所谓的现世安乐的思想族 好 九十六种的外道 综合起来大概不出这两种 一个是追求现世的安乐 一个是追求苦尽刚来的霍世安乐 所以佛陀 为了适应这两类的众生 因此开演出来 所谓的 药师法门 药师法门 它是实际叫做现世安乐的法 藉着药师佛的本业 而让你现世能够消灾免难 这是 它是对质作用 也就是所谓佛陀的方便 第二类开出来的法门 就是 弥陀净土的法门 弥陀的净土法门 目的就是为了要能适应 这一些苦尽甘来的 根器 那么希望它们本身 也能够得到对质的作用 这个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 那么 有的人对弥陀的法门 有误解 以为说 我念奥弥陀佛 你看年长的人 你叫他念奥弥陀佛 他没学佛 你叫他念奥弥陀佛 他会起烦恼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都是人家往生的才在念奥弥陀佛 人家出兵才念奥弥陀佛 所以你叫年长的人念奥弥陀佛 他会以为说 你希望他早一点死 这个是误会可大 你要能够念奥弥陀佛 要能往生极乐世界 他必须要有条件 你纵然现在目前能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也要等到你的寿命进来 寿命该进来 你已经证得了一心不乱了 奥弥陀佛才会来摸顶寿景 告诉你说 诗文啊 我明天五十三刻来接你 或者某某人啊 我什么是某某基师啊 我什么时间来接你 什么时间来接你 就是你的寿命该终了的时间 你寿命没有终了 极乐世界你是往生不到的 所以 不要误会 这个奥弥陀佛的本宴 要能圣寿你 要能接引你 一定要是你阳寿尽 才可能 阳寿未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希望我们能够了解 在整个历史上 在整个历史上面也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过去有一位法师 他本身习气很重 那么习气很重啊 常常患错 但是这个人有羞耻心 他患错患错 以次忏悔 忏悔之后 他就觉得 很苦恼 所以 他本身一心念佛 他念到一心不乱 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 他见到奥弥陀佛现身 现身的时候 他既然求奥弥陀佛说 奥弥陀佛呀 你为什么不接我啊 他说你的时间还没到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他说奥弥陀佛呀 我自己知道我的习性重 我怕我控制不了 我怕我在造业 我可不可以这个时候 把那十年的寿命舍掉 你现在接我走 可以吗 奥弥陀佛说 可以呀 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例 就是 他的情况特殊 因此 他本身的惭愧心 带动他念佛念到 一心不乱了之后 跟奥弥陀佛讨价满价 奥弥陀佛慈悲 接引他这 这一点我们也知道 那么再为大家讲 也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弥陀仿能 他叫做霍氏乐的仿能 你对欧弥陀佛不认识 你的心跟欧弥陀佛的心不会相应 你念佛心中存得歇息的怀疑 你就不可能一心 所以你念奥弥陀佛 想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你一定要对奥弥陀佛 有全然的认识 你对他认识了 你才能对他产生敬仰 产生笑话 对不对 你相信 欧弥陀佛一定不会辜负你 一定会接引你 你相信本师释迦摩尼佛是真仪者 实仪者 如仪者 不宽仪者 不义仪者 本师释迦摩尼佛一定不会骗我 你相信 你相信了释迦摩尼佛的话 相信奥弥陀佛的话 信了 你念佛 就容易一心不容易 你了解奥弥陀佛 为了经营十方的众生 花了四十八页 他依照这个页的动力 去实践 如今 他已经成佛了 代表 他的业已经严满了 所以 你本身自己能效法他去花业 所以 你本身自己念起佛来 那个动力特别强 信 业 记住了 你念佛 就容易一心 念佛就容易一心 你本身自己连 奥弥陀佛的本愿是什么 奥弥陀佛的灵灵中种都不知道 你对他也不是很真正有信心 也没有效法他发现 你念佛 你念五十年 你念一百年 你还是很难成就 一心无论 因为 你的念佛的心不专注 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你的信念 不记住 信念要如何才能记住 信念要从听经文法中来记住 所以听经文法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那么我现在也介绍了这个钥匙经给大家认识 那么钥匙经从我们中国的固有这个思想 文化思想 就是所谓的孔老夫子的文化思想 孔老夫子 讲的 谓之声 焉之死 你连你现世的问题你都不了解 现世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你哪里知道死了以后会如何 所以 中国的固有的思想 社会思想 是比较偏重在于 现世 你如何了解自己 现世如何能够安顿 所以我把钥匙经跟奥密陀经 同时 前后 应该讲前后 那么先讲钥匙经 希望有言听到的人 你懂得 现世如何能追求安顿 你现世能够安乐 在安乐当中里面修行 走上内藩之道 走上究竟泄风之路 那么 我们本身自己 不懂药师法门的人 或者是年长的人 应该专心念 阿弥陀佛 一心一意求往生极的时机 那么这个就是把东西 东方净土 西方净土 和两个净土 那么前后介绍给大家认识 但愿我这一点点的发心 能够帮助 有言的你 有言的你 你听到药师法门的人 希望你能以药师法门修持 让你得到消灾免难 能现世安乐 好 你听到弥陀法门的人 希望你本身自己 能够认识弥陀 效法弥陀 那么 能相信阿弥陀佛 一心念佛 那么 早正三昧 能够 时间到的时候 能够往生极的 这个是我 前后讲这两部经 的主要动机 跟我的目的之所在 好 我把我的动机 讲这个药师经 跟弥陀经的动机 给大家做说明了之后 我们进一步 要跟大家来谈 序言 也就是说 这一部经典 这一部阿弥陀经 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一拜识教当中里面的 圣义法门 圣义法门 那么 古来的 禅宗大德 称 弥陀法门 叫做什么 叫做教外北船 如果你认真的 去了解 你大概也可以了解到说 这一部 镜头 镜头的这一部专经 是佛陀 无问之说 他了解到 末瓦时期的种子 大概不靠念 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 也很难成就 你从这个角度去了解 你又可以了解到 佛陀的悲悯之心 所以这个明佛的法门 又可以称他叫做什么 叫做 教内特传 叫做教内特传 无问之说 佛陀佛陀的所有的教点 都是一定有当机者 来问佛陀才说 这表示对法的尊重 对法的尊重 那么佛陀 开演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弥陀净土的法门 是从韦提西夫人开始 韦提西夫人 她是王色诚的国王的太太 叫做王后 她贵为王后之尊 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阿舍士王 阿舍士因为受到提伯达多的怂恿 叫他串他爸爸的位置 他可以当新王 然后提伯达多准备要当新佛 新的佛 因此提伯达多 跟他这么说了以后 阿舍士王回去 串他父亲的位置 把他父亲关起来 准备把父亲饿死 不准任何人送羊食给他父亲吃 只有他妈妈 伟提西夫人 不得已的情况下 身体洗干净了之后 他用 这个 用他本身自己的身体 去尝 尝什么 尝饮食 把那个 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的米肤 用蜜 用蜜办好了之后 黏在身上 在衣服穿上去 对不对 他本身挂了阴露 那个阴露在装的这个所谓的葡萄汁 然后进到里面去 才卸下他的衣服 让他先从他的身体上面去 射起食物 经过21天 他的父亲还没死 阿舍士王很生气 哪里有一个人可以活 不吃21天 还可以活的 所以大瓜雷霆之诺 最问有谁送 托送食物 监管的人 看到国王生气 阿舍士王生气 是表达 没有人送 只有你妈妈 每天去探望你父亲 阿舍士王非常生气 就准备拦截 当韦迪西夫人要进去的时候 就把他妈妈抓起来 那么知道了他妈妈 每天跟他送食物 所以他就把他妈妈也关起来 韦迪西夫人 我们刚刚说了 他从一个第一夫人 现在的语言叫第一夫人 皇后之尊 一下子 儿子这么不孝 不但窜他父亲的位 把父亲关到监牢里去 连这个妈妈他也把他关起来 完全被遗忘 全力的遗忘 蒙蔽了他本身自己的良心 他感到伤心意见 他感到这个人生实在是太苦了 所以因为他是佛陀的信仰者 所以他关在了这个监狱里面 每天的遥望铃鸠山 恳求佛陀 所以佛陀跟他的心相应 从天空而降 降到监狱里面去跟他说话 跟他说了什么经啊 说了这一部经 就是要做十六观经 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佛说观无量受佛镜 因为韦丽西夫人 他本身遭受了这样的一个痛苦 所以他已经对这个世间 放弃 他一心一意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说 十方诸佛的国度 哪一个国度最好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去 佛陀跟他介绍了之后 他选择的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去 佛陀为他讲的这一部十六观经 佛陀讲到哪 韦丽西夫人的心的专注 就听到哪 了解到哪 心静根的就到那一个 佛陀所讲的境界里面去 所以当佛陀讲完 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看到 阿弥陀佛 看到关于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个西方三圣的像 从哪里来 就从这个地方来 就是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他介绍到 所谓的三倍九品观 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个佛观 观阿弥陀佛 那么他要观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就说佛陀啊 我可不可以见见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只对空中说 阿弥陀佛啊 韦丽西夫人想要见你 啪 就现前了 就现前了 请你们记住一句话 所谓世界在哪里 世界在心里 彼此无忌理 对不对 极乐世界在哪里 极乐世界在心里 阿弥陀佛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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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有没有记忆 彼此连记忆 只是你本身自己 不能用亲近亲跟他相应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一讲的时候 西方三圣就显现了 显现了之后啊 韦丽西夫人非常恭敬地跟他礼拜 对不对 这个也就是所谓人间 为什么能够有西方三圣像的游览 韦丽西夫人听完了这一部经 已经折服的环绕 大部分的环绕都折服掉了 他已经挣得了出地的果报 已经挣得出地的苦伤 所以我们听经文法 能不能受益 关键在于你的诚心 你的心能不能专注 你心不专注 你再怎么听 没有用 不相应 对不对 你本身听经 拼拼地点头 哎呀 师父啊 讲得好 讲得好 讲完了 他也不点了 为什么 你问他 刚刚说了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进入睡眠三明 他不是进入念佛三明 所以你本身自己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障碍 所以听经文法 为在于你的专注 你的恭敬 你的虔诚 所以也让大家知道 就是佛陀从讲的十六观经之后 之后讲的无量寿经 最后在其数极孤独眼 就是起眼金色 讲的这部弥陀经 讲的这部弥陀经 这个就是所谓 净土三经的原本 那如今我们导师干政 对不对 我们从奥弥陀经 开始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么也希望 借着这一部弥陀经 这一部弥陀经 总共只有几个字呢 总共有几个字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弥陀经有几个字 你们每天都在念 你们不知道弥陀经有几个字啊 几个字 这一部弥陀经啊 他总共有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多个字 好像是一千七百五十七 知道吗 不知道 大家呢 那么都是早晚 尤其是晚课 大家呢 都在念 但是呢 请问啊 你本身都在念 到底 你念到 现在目前 你对弥陀经 知道的人 请记住我看 你知道弥陀经的意思的人 好 真的知道弥陀经的意思 太好了 你要能知道弥陀经的意思 你才能依文作怪 才能够你 才能够依那个 能够依那个 穩住那个静 否则啊 你不了解他的意思 念归念 对不对 好像在咬蜡烛一样 对不对 你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来想 所以 所以呢 我们 希望从现在开始 为大家来介绍这一部经 也让你能够了解到 这一部经 也是佛陀的悲心流 对于另一类众生给予方便的光 为什么 因为人有生必有死 不懂佛法的人 贪生 关系生 对不对 痛苦死 对死亡产生恐惧 他不知道说人有生有死 对不对 那么死了之后 到哪里去 不知道 就会恐惧 我们欣佛的人 最少我们很幸福 我们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 一起生命要结束了 你还是有所选择的 你可以念奥弥陀佛 求生极的 你可以念奥师佛 求生东方尽流离世界 对不对 十方诸佛就有净土 你都可以去 但是 如果你不专注你的心 可能你到时候有关 所以就干脆 你就一心念奥弥陀佛吧 求生极乐世界 对不对 最少你本身自己能够很清楚了 当我一起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我有个方向 我知道要到哪里去 我不会紧张 不会忧虑 不会颠倒 所以 这一部弥陀经 可以讲说是 祖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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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祖宗佛 因为祖宗佛可以帮助所有的人 很清楚的 知道 对死亡不恐惧 你能够对死亡不恐惧 你有的方向 你现世当中里面知道能够好好的去用功 好好的去做你的事业 好好去行善 所以 他对于死他不恐惧 所以这一部经 在我们中国 也传承了两千多年 也将近快两千年 对不对 而且是历久 不衰 好 那么给大家讲到这里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 这个解释经题 或者是经文之前 我们要先为大家 简单介绍 这个净土法门的圣意 念佛妙力的不边 综合来说 可以讲不出三点 好三点 那么这三点啊 第一点叫做普色奇迹 念佛什么人都能念 普色 好 上根利器的人也可以念 下根顿器的人也能念 所以才会叫做三根普遍 利顿全收 我们古来的大德也讲文基 他说上上根不能 没有办法能够超义 没有办法能够超义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 一极困 那么下下根呢 也能争取 就是上下通通前收 三根前收 三根前收 上至下意的人 躲不出他的患愁 我们先借华元经的入法戒品 看看善才同志五师三餐 当他刚刚到了福城 福啊福报的福城 去亲近文书菩萨 这个文书菩萨呢 就教他要发菩提心了 告诉他往南方去 参访得饮比丘 这个得饮比丘 也就是善才同志 在五十三餐当中里面的 所参访的第一位善之士 得饮比丘教他什么 教他的就是念佛法文 这个念佛法文虽然不是 念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但以念佛为先 念佛 佛是什么 佛是觉悟 你要参访善之士 你要写佛 你要先学习什么 念佛 就是念自觉 唯有一个自觉的人 才会知道说 希望未来人成佛 必须要先修菩萨道 要修菩萨道 先以念佛为首要 在这个地方一再跟大家强调 在这个地方一再跟大家强调 真意的念佛不一定就是念欧弥陀佛 但是他要你念的是觉佛 佛佛佛就是念觉 我们都知道佛叫做觉悟的意思 教义叫做教义 佛教的他不是宗教 他是一个节悟的教义 但是可惜 曾几何时 有谁真正的一认识 怪不得 我们圣言长老会说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能受用的人更少 现在目前广大的佛教徒当中 绝大部分还是现在一般民间信仰的阶段 有拜有保护 就是只会拜 却不知道 学佛是向佛陀来学习 是向觉悟来学习 当我们没有办法能做到 我们应该感到忏悔 要不要懂得忏悔 把他懂得忏悔 那么龙氏菩萨在《十柱彼菩萨论》里面也讲了 初学菩萨 不可离佛 离佛内则道夜难成 所以 西求生了清净的佛国 我们初学的人 我们本身的智慧 知见定力都还不够 所以要靠着佛 要先求往生到佛国 对不对 包含了几个世界 那么你到了佛国之后 就像弥陀经所讲到的 从此西方七十万亿佛度 有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尊佛叫做奥弥陀 今现在说法 他在那里说法 我们能够去清净他 去清闻佛法 我们才不会有堕落的危险 所以 唯有能够先求生清净的佛国 能随佛来修行 才比较保险 另外呢 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讲到 小鸟若鱼 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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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一个母鸟 在这个树干之间 它没有办法来回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就像我们初学的菩萨 我们这种初学的菩萨 也像小鸟一样 没有办法离开什么 佛 菩萨 以及善之士 你把这一句话记住 也从这一句话当中里面 也明显地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初学的人 不能离开 我们现在目前 没有佛可以跟随 没有菩萨可以跟随 那要跟随谁呀 跟随善之士 跟随施造 不管你是出家 不管你是在家 都要依着你自己的师长 那么一个佛教徒应该要懂得 你跟随着善之士 跟随着师父 不是去跟他一天到晚 只是东扯西扯 不是这样子的 东扯西扯 前世四威不好 见到师父 应该请师父开始 对不对 见到师父 应该请教师父 我的修行 我哪里有盲点 我哪里有障碍 你又见到师父 要懂得情话 哪里像现在目前 见到师父 就师父 我请你去吃饭 师父 我们去泡茶 不要把尊贵的生命 只放在吃饭 泡茶当中里面 让他有失 我看着我们开教师 这么用功 我看到他 我都觉得 我很汗 我都觉得 不晓得哪里 有洞可以装 一个学佛的人 了解道理之后 一定要付出实践 一定要付出实践 而且的实践 要及时 不能戳妥 为什么 因为生命 只在夫息之间 你今天能够发心 要做一点善事 你今天能够发心 想要去做一点故事 你今天发心 想要能够去 这个念佛 打坐 请问 过了今天 你明天 你明天还能 继续做 因为人的善念是会退 何况说 你过得了今天 是否过得了明天 是否过得了明天 都未知 所以孝顺要及时 行善要及时 行善要及时 布施要及时 念佛修行要及时 如果你离开了善事 离开了善事 只会告诉你说 道业难成 而且恐有走错路的危险 所以才说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成就在五着恶事 去修行 去智力立他 那么只好 一心一意 求生极乐事件 一心一意 求生极乐事件 你要自己反省一下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五着恶事当中里面 去成就你自己的智力立他 如果你认为你没有把握 那你应当一心 求生极乐 做什么 做什么 阿弥陀佛现在在你说法 你就是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还是比较保险的 那么三才童子参访了德银比丘之后 历经五十三位的善知识 最后参访了谁啊 最后参访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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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就大声一点 为什么那么小声 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 耳朵比较对 我们开教师已经说了 就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呀 为三才童子 赞叹佛的功德 并且在 恨厌厌品当中 也就是普贤恨厌品当中 以十大厌王 将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等结 这四十一位 法身菩萨 四十一个阶位的法身菩萨 倒归极乐 三才童子参访五十三餐之后 你知道他的境界已经到什么程度 阿罗汉 什么 三才童子五十三餐延满之后 他已经胜得了等结菩萨的境界 所以也在普贤菩萨 十大厌的导引之下 那么共同的往生之乐 我们这个单言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听讲 祝大家身心自在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不离 不离 他们在连弱 红 这个 什么 我